每一块土地上 每个小小地方 都会孕育着孩子的童年 并在身上植入独特的记忆 磕上一口家乡的食物 所勾起的思念 往往来势汹汹 希望这本书是个开始 将这片土地上的风景 伸直在孩子的记忆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初会写这本绘本的东西是 因为我常常在早上七点多的时候 我在校门口迎接我的小朋友 那尤其在假日之后 很多小朋友都会有分离的焦虑症 就是会哭着不想进教室上学 那通常我都会带着小朋友 在校园里面走一走 挂一挂 听听鸟叫声 看看松鼠 树上的松鼠 然后看看水池里面的小鱼 还有一些昆虫也都到校园里面来了 那小朋友经过这样的一个安抚之后 心情就会安定下来 然后再把小朋友送到教室里面去开始他的学习 阿婆的灯笼术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开始 台湾都市的小朋友都有一个这样的经验 就是父母亲工作很忙碌或者出差的时候 都会把小朋友送回到乡下的阿公阿婆家 那这个故事里面安安也是 爸爸因为要出差 所以把小朋友送到阿婆阿婆家 那由于其刚开始 他非常的抗拒跟不安 那到最后最后 居然欣然的要求父母 在有空的时候或假日的时候 要把他常常的送回阿婆家 阿婆家去当小帮手 到底阿婆用了一个什么样神奇的力量呢 让小朋友改变 那这本故事里面呢 就是叙叙养将的故事 会选择版画这个梅材来创作 实在是因为自己很喜欢木头那个很自然 跟很浮浊的一个机理 它给人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然后颜色跟套颜色之间 它可以产生第三色 可以显现出秋天的阳光 跟酒降风 暖暖的风 所以呢我就选择了木颗这个版画 那我所用的木颗版画是单板复颗 所以这个是一刀一刀的颗 然后每一个板子都是一刀一刀慢慢的颗 这个是 这个很硬的板子里面 就是慢慢的颗出我要的图像 然后刻完之后 我用一刷一刷的套 一刷一刷慢慢的套 那这个时间虽然它耗费了我非常长的时间 功夫也耗了非常的多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岛上 很许许多多的人们 也是这样子很真实又本分的 来做自己分内的工作 那我觉得用版画来呈现这些人们的 辛勤工作的态度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素材 虽然它耗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希望大家会喜欢 希望大家会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